吹吉避凶有办法,乱按摆议好惊吓 家居风水怎摆好?师傅教你应怎做 旺来伯伯 在风水上一棵树的植物是招音的 音字可圈可点,你们讲的节目就是音邪 所以树叶越大的地方,遮太阳越多,越阴 所以芭蕉树最容易招鬼,因为树叶最大 如果你去江南的豪宅,看圆林,有很多种芭蕉树 因为音气多,如果适当地把音阳调和,音字加草花头是什么? 音字加草花头都是音? 音的,是被音的,是被音 即是你坐在那里,无端端有人帮你赚 做些钱给你赚 那就是被音的音材 今天差一点,少一点精神都搞不定,师傅 少一点精神都被你考虑 你可以看到同一个音字,不好的时候就是音邪 好的时候就是被音 是,收到 学风水就是要如何控制这个 音阳跳,对了 好,上了这个小小的课堂 因为今天师傅有很多事情要跟我们说 因为呢 设计了很多事情,跟师傅聊天 就是关于现在刚刚发生的事情 最大的事情就是,这一段时间 经常发生,都很害怕 日本,台湾,甚至香港 都有出现地震 有这样的地震 师傅,有没有计算到 跟今年2022年有什么特别关系? 我告诉你,如果你想做神人 不用了 你预测,香港明年有地震 是实际的 香港有地震实际 那又不未至于的 我解释给你解释 是 如果你重复上去 大家有时候要看大数据 不要听别人胡说人民译 因为香港地震之后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出来 有什么印度神童 说了香港会地震 那些 但如果你找回印度神童那些 他没有说过香港会地震 没有 是没有的 有人写是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以我传我 认识错了 第二件事 如果你说地震,我一定是对的 你知道为什么 那台湾、日本也是有地震的 如果你走上去 有一个世界有很多地震网 如果你看回统计 正常的年份 一年有2次8.2级地震 5次7级地震 20次6级地震 5级地震大概有30次 30次到40次 是 很正常 你知不知道那次 地震之后 到现在有多少次地震 即是余震 不是啊 全世界发生过 全世界 已经二十多次了 你意思是根本就 很平常 整天都震的 是的 不过 有些一级、二级地震网 都嫌你烦 嗯 不登了 是 就只登了那些3级的 以上 OK 明白了 好了 要用另外一个统计的数字 台湾平均一年有多少次地震? 都... 至少二、三十次了 五百多次 五百多次 是吗 喂 那些震一震那些 都不算的 我去过台湾这么多次 我没有一次不感觉到有地震的 OK 好了 那师傅 有些是太轻微了 坐着车你就不感觉了 那这次比较多频繁了 如果我们这样计算 算不算有些圆壳上面有些 牵引 是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想说一下呢? 绝对有理由 是的 那第一件事先说 所以呢 如果你说 我要预测 未来有地震 一定准的 嗯 用眼睛说就可以了 是 我没有预测 明年 台湾有地震一定准的 是 明白吗 那这个就是自己骗自己的 就是大家要逻辑一些 嗯 好了 那如果向地震的角度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地震呢 嗯 因为 我1月20多日 730 报纸就已经写了 说乌克兰一定打仗的了 是吗 1月24 OK 要查报纸去看的 是 我之前 不是每个访问场合 我都说的 但是 那次说 那次写了一篇文的 嗯 那我为什么可以知道 乌克兰地打仗呢 其实呢 就不是我呢 嗯 这就是中国人 古代 我们世界各地的文化 讲了几千年的 嗯 就是那些星神的关系 只不过我们今天呢 是 一 没有人懂得看星神 二 因为你是有尖声的嘛 是啊 但是二 所有人 都当这件事迷信 嗯 那些科学的人呢 就当这件事迷信 我常常叫别人不要迷信科学的 嗯 如果科学什么都知道 是不是有两个字不见了 就是发明和发现 嗯 那就是科学没齐了 是不是 如果这个世界是100分 科学可能今天只有40分 是 明天有个发现就41分 后天有个发明就42分 那你用42分 要解释100分 是不是很迷信 OK 明不明啊 欧西人是这样的 永远都 不是黑就白的了 嗯 你不是亲美 你就是反俄 你就是亲俄的了 一定要这样的嘛 这个是鬼佬的想法 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的 中国人有个灰色地带的 好了 那我为什么会可以算到呢 其实就不是我呢 因为未来的4月5号 就是火星会会土星 会牵引些什么呢 24世里面说了九十多 九到几千年了 火星会土星就很容易引起地震 4月5号 4月5号 蛤 4月5号 不是 exact 那问题在这里了 这些天象的东西呢 就不会每次都那么准的 嗯 我定过历 12月31号 接着第二年1月1号 是否永远都 你明年不好了 是否一月1号你就倒闭 不可能的嘛 嗯 明白吗 一定有过渡期的 等于我们现在风水 我们计算 我们现在叫做八云尾很多书 是否 嗯 是否 但其实已经进入九云了 是 因为我计算九云呢 是以土星和木星二十年一次相会来计算 嗯 我们从2020年开始 一直到2024年 2024年就是我们历法的正式开始的时候 是 那为什么会有个时间差呢 就是因为 他们以前是基于土木相会的 但是 有一样东西叫做岁差 土星和木星呢 不是一样20年相会一次的 有时19年多 有时一年多 有时有一年多 就是差不多 所以趁着趁着趁了三年 是 但是这个三年 就是发生事的那三年 很多时候 即是 你明白吗 如果这些可以用历史统计 来解释给你听 完全可以证明 我不是做的 那么我想说师傅 你接下来说 土木土火相会 土木土火相会 会如何是怎样呢 為什麼會發生一件什麼事呢? 很簡單,當日我說會打仗 是2月24日,早上5時 很有趣的 那個土星就是剛剛進去的 我們那個星裏面有一組星叫做 鋁壁陣 寶女的鋁,長壁的壁,陣地的陣 這是一個很長型的星 這個在古代代表什麼呢? 代表萬里長城 代表我們中國北方的兇奴 從去年11月開始,土星已經進入了這個陣 所以11月開始,俄羅斯已經塵兵在烏克蘭周圍 那我想問師傅,你可不可以預計到 然後呢2月24日 剛剛那個土星進入這個陣 開始打了 那什麼時候會有明確的現象呢? 會收兵,打輸,和談,還是怎樣呢? 有沒有看到一個日子? 不是,去到4月5日前後 整個局勢會有轉變嗎? 意思是會 俄羅斯可能要採取另外一個策略 現在不是膠著嗎? 還有現在我們今天看的新聞 大部分是西方傳媒的大內宣傳 你只是看到烏克蘭怎樣打贏仗 烏克蘭人民怎樣受苦 那些事情 它其實反映不到戰場的真實情況 你明不明白嗎? 因為你看不到俄羅斯那邊說什麼 明不明白我說什麼 代表什麼呢? 西方是今天,取了這個非黑即白的做法 你現在看不到俄羅斯的通訊 我們香港的幸運 為什麼呢? 有大陸的電台 大陸電視就會轉播部分俄羅斯的新聞 的宣傳 我們看多一點點 如果你在歐洲 你認為現在烏克蘭打贏 最後又快來? 那又沒有,我又不會收到這個訊息 他又說他反攻 反攻而已 因為他要做戰爭的宣傳 我想不會有人相信 我都不會相信 現在烏克蘭 你有沒有 有人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尤其是西方人 很多人相信 所以 無論如何 這件事 是會拖延的 你拖延到幾個月後 因為今年年初 我的訪問 我已經說了 3月至5月是很嚴重的 對 至少去到5月 對 戰爭就去到5月 包括疫情 對 包括疫情 我想問 疫情呢? 疫情也是一樣 第五波 你有沒有留意過 我們這幾天 天氣很冷 剛剛冷 真的今天又冷了 你留意一次 這是學術數的 看的象 每一次疫情的高峰 我們的天氣 是突然之間變冷的 嗯? OK 我們這次的冷是由3月 二十幾日開始的 是 中間當然有幾天熱 但是 基本上是這樣下去的 很少穿 3月 現在這個時候 你還可以穿 整個4月了 你還可以穿一些 幾乎是冬天的衣服 晚上睡覺 嗯 每一次這個疫情 是跟溫度有關的 是 可能這個 冷的天氣 對這些細菌的生存 是有利的 相對也是的 那師傅你認為 是不是真的 突入夏天5月的時候 開始熱了? 熱冰? 它會溫和了 它不會結束 是 我一直以來 由幾年前的訪問 我已經在說了 要這件疫情 過了 要二、三年 你覺得是二、三年 完全沒有 不是沒有 是大家已經當成了 球流感 哦是呀 即是風土病 是呀 那會不會有 第六波出現呢? 那時候可能有藥 那現在也有 現在沒有藥的 其實 現在說是有的 香港也有的 那些是防衛藥 不是因為疫情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現在有很多 旁邊那些被Panador吃的 不是 有口服藥 已經 開始有口服藥 所以就開始有藥 所以就慢慢來 明白嗎? 那會不會有第六波出現呢? 即是幾萬人 第六波有沒有可能發生? 暫時來 我很擔心11月 11月 有來過 好 OK 其實很多師傅都有提過 如果是這樣的 因為我自己都說 我一直都 年初我的預測 都是一兩三月至五月 還有11月 OK 那如果再牽引出 經濟上 現在都百業蕭條 師傅你怎麼看 接下來經濟呢? 即去到今年 有沒有一些復甦的可能性? 下半年 今年是會比去年 我一直都說 OK 因為即是說 當你一放鬆 即是說 所謂報復性消費 是的 還有我今年年初的推測 就是 今年有沒有去旅行 每個人都問 現在好像有些微目 可以走了 走一半 是的 我一直都說 走一半 為什麼走一半呢? 因為我們今年的年掛 就是記制掛 什麼意思? 記制就是水和火 嗯 水在上面 火在下面 是 水在外面 火在裡面 OK 那火是代表什麼呢? 在古代代表會飛的鳥仔 是 今天就代表飛機 OK 過去幾年 一二零年 就是地火明義 火在下面 嗯 那年明義是有傷的 受傷的 是 古人是代表 所以飛機就跌在地上 嗯 嗯 去年呢 就是山火崩 崩崩 火又在下面 所以兩年都飛不到 嗯 那今年呢 水火記制 火又在下面 所以又飛不到 似乎 但是 但是 如果你學易掛 你可以看到 這個水火記制的 五熬、四熬、三熬 就是一個火 OK 那它就上了一點 就是還未出頭 是 但是可以動 動 動了 OK 還有 因為水代表什麼呢? 古人代表陷阱 和艱難險座 嗯 那你出去 有艱難險座 就不會那麼順利 可以飛 但是 可能很多有條件的 不是啊 那你現在很簡單 現在的道理就是 你飛了出去 你去歐洲不用簽證 直接進去玩 玩完之後回來 你要坐七天 是啊 那一半 一半 OK 都有人想飛的了 開始 現在這麼多地方 是啊 我知道 我已經有人計劃去什麼 新加坡去什麼 對 你說七天 都可以到的 回來香港 是啊 都可以到 是啊 都可以的 所以我說飛一半 我一直都今年年初 我都已經說飛一半 就是這樣 明白 師傅 這次第一次和你談 因為這個風水節目 都很想和你談一些 關於落地的一些風水問題 你覺得這間屋 最不好的一些風水設計 如果給你說幾樣東西 提一提我們觀眾 有些什麼 一定千萬那個佈局 或者擺陣 不要給幾樣東西 大家去留意一下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通常會說門主座三樣東西 是 門主座 門 那個床 是 還有那個床 三樣東西 主要的 是 那麼最多人犯的錯誤 今天呢 第一件事就是開放式廚房 我家裡也是 我家裡也是 開放式廚房 是不理過女主的 是的 我聽過 都知道 不理過女主的 是 那我都試過見別人開放式廚房 明明廚房在這裡 為了新潮設計 拆掉之後 就有癌症 哦 OK 是 你不明白 是 不是第一次的 是 這是統計學來的 其實 那你自己就繼續去 哈哈 OK 第二樣 就是 床 什麼床 床 床現在最大的 最多發現的毛病 第一樣呢 就是 如果那些舊樓 就經常有一條陣 橫樑 橫樑壓頂 是 那這個呢 你不用懂風水的 是 你去個朋友家裡 你見到他床 有一條橫樑 壓住左邊 都是 那你就說 你整天都在左邊 不舒服 要不是跌倒 扭倒 弄倒 弄倒 左邊有問題 嗯 有時候 就怎樣呢 剛剛那間屋 中間那間屋 吊燈 啊 中間位 床上頂上 是啊 這樣就擋住肚子 整天都肚痛 這個人 這個都知道 這些不用懂風水 可以去驗證 是啊 是啊 OK 好了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人最關心的 就是莫財 嗯 沒有錢 是啊 今天香港的樓 越來越小 那些人就會 那間主人房 通常就是2米6 2米4 嗯 那一張床呢 最小的那張床呢 就是2米的 嗯 於是呢 就剩下幾十cm 在床尾上 是啊 那些人就說 啊 我們設計啦 那些設計師就幫人 省錢 省地方 擺東西 嗯 於是呢 就蓋個櫃啊 摘住自己的頭 不是 腳 剩下的那個空位 填了它 哦 一張床呢 最重要的是床尾 床尾呢 我們就叫做明堂 嗯 明堂就用來最 水最財的 哦 你如果找個東西 現在塞住了它 OK 我們就叫做 撥水出明堂 即是 這個人呢 搬進去之後呢 永遠沒有錢值的 哦 咦 這個我第一次聽的 咦 還有一樣東西的 你不要以為 我們中國人 鬼佬 尤其是犯這個毛病 嗯 他們就不是因為那間屋小 哦 他很大利空 是啊 是啊 於是床尾上呢 就放一個梳化 嗯 放一個櫃 放一個console 嗯 放一些東西在那裡 是 很多鬼佬的設計都是這樣的 你留意一下 有什麼不好這個 頂住自己的財 塞住個榮堂 哦 OK 所以鬼佬沒有錢值的 我不管他賺幾十萬一個月 沒有錢值 那又不一定的 啊 又不一定的 很多有錢的鬼佬 Elon Mask 不是啊 你又做過統計學 他賺一百萬 他可能會賺幾萬元 那你就算是 剩不剩到錢 OK 不過可能他們 喜歡享樂 主義多一點 這個跟他賺錢多少無關 但是跟他剩錢有關 那你想一下 如果這段時間 由我們19年到COVID 到現在什麼自閉 是 如果沒有錢 剩回來 多少人 鬼佬那些美國 就去蹲街 啊 OK 所以有錢 只是有一個 用來幫你有個保險 危機時候 所以就是說 腳底下面的位置 應該是給他乾淨 是嗎 不要塞好東西 應該是個名堂位置 還有有個空位 有空位 套進去的 哦 收到收到 現在很多人 還有做什麼呢 省地方嘛 是啊 做個榻榻米的床 是啊 整個地上用來裝東西嘛 那又是把名堂做淺了 哦 因為榻榻米太矮了吧 是嗎 哦 明白 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明白 這個是香港人的普遍現象 收到收到 那還有一樣東西 這個現象還影響到什麼呢 是 我們那些二代人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香港的設樓的設計呢 就算我自己設計的樓都是這樣的 嗯 那間主人房呢 就兩米六 寬一點 是 第二間房 第三間房呢 一定是只有兩米一的 哦 就剛剛 塌塌陷放了一張床進去 是 我試過做大些被人罵 哦 哦 地產商罵我 哦 為什麼呢 你在有限的空間裡面呢 他們要做三樣東西 嗯 廳大 廚房大 水 主人房大 客房就小了 就這樣吧 不是啊 因為決定買這間樓的人呢 是 要不就那個師奶 要不就那個老闆 哦 老闆就喜歡廳大的 都是的 師奶是喜歡廚房齊全的 哦 大的 是是是是 那睡房的主人房當然要大 那兩個小的 是 塞手都入睡床就可以了 是 哦 那結果就是什麼呢 哈 沒有了 看完了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個只是恐怖在線 和往來八百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往來八百 一個combo 還有呢 也可以上課 admonpoint.com 加上我們Bitback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到後不到快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了